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週四說 拜登總統批准向烏克蘭再提供另一筆 價值6.75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奧斯丁在德國舉行的有10多個國家的國防部長參加的 烏克蘭國防聯絡小組會議上致辭時說 這筆援助將會包括榴彈炮、炮彈、裝甲車和反坦克系統 奧斯丁說隨著烏克蘭部隊在該國南方實施反攻 烏克蘭戰爭正處於一個關鍵的節點 而且現在他們正在目睹 他們共同努力在戰場上取得的明顯成功 他還說聯絡小組將會就訓練烏克蘭部隊 和滿足烏克蘭長期防衛需求是共同努力 奧斯丁說他們必須要隨著戰況的變化而變化 另外烏克蘭週三呼籲生活在俄軍佔領的 扎波羅熱核電站附近的居民為了各自的安全而逃亡 為核電站提供服務的埃列爾、戈達爾市、流亡市長 亦在電報上貼文說該在城市遭到俄軍炮擊 目前電力供應已經中斷 莫斯科和基庫過去幾星期以來 一直相互指責對方炮擊歐洲這座最大的核電站 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羅西星期二說 對扎波羅熱核電站的持續攻擊是不可接受的 他向聯合國安理會匯報時說 他們正在玩火而且是非常非常災難性的事情 是有可能發生